大家好 欢迎观看Origin视频教程 我是白东升 这一节我们来讲解有关坐标轴设置的内容 在坐标轴刻度线上双击鼠标左键 就会打开一个坐标轴对话框 这个对话框共有7个页面 下边4个就是针对坐标轴刻度线的参数设置 如果在坐标轴标记上双击鼠标左键 弹出的还是刚才的对话框 所不同的是另外3个页面跑到了前排 这3个页面是针对坐标轴标记的参数设置 这个对话框也可以在Format菜单下 点击坐标轴 或者坐标轴标记来打开 今天这一讲 我们先来学习坐标轴刻度线的有关设置 第一个是Scale样式页面 在这个页面的左侧 你应该首先选择是对水平坐标轴 还是对数值坐标轴进行设置 右侧的From2是相应坐标轴的起点和终点值 默认情况下 这两个值是软件根据数据范围自动设定的 你也可以根据实际需要进行修改 Type 是坐标轴类型 包括线性坐标 常用对数坐标 概率坐标 概率单位坐标 倒数坐标 热理学温标偏移的倒数坐标 分对数坐标 自然对数坐标 和工程对数坐标 共9种 Rescale 是坐标轴重绘模式 当数据范围和坐标轴范围不一致时 Origin 就会根据这里的模式来调整坐标轴 包括手动模式 正常模式 自动模式 固定起点模式 和固定终点模式 右侧是刻度增量设置 对主刻度来说 这里有两种方式供你选择 第一种是增量方式 用来指定相邻两主刻度之间的增量值 第二种是数量方式 用来指定坐标轴上一共显示多少个主刻度 下面的是负刻度设置 是数量方式 表示相邻两个主刻度之间显示多少个负刻度 最后一个是起点数值 用来确定坐标轴上显示的第一个刻度值是多少 第二个页面是标题格式页面 同样,你应该首先选择对上、下、左右四条边的 哪一条进行调整 然后点击这个负选框 来显示或隐藏 所选择的坐标轴和刻度 当取消勾选时 整个页面都是不可编辑的 并且这条边上的坐标轴不会被显示出来 我们勾选这个负选框 title是标题名称 这里是用纸带代码表示的 你也可以更改为自己的标题名称 下方还有坐标轴颜色调节 线宽调节 主刻度线长度调节 等等 右侧的Major和Mina 分别是主副刻度线样式 包括同时向里和向外 向里、向外 没有刻度线四种样式 第三个下拉菜单是坐标轴位置设置 对当前的底边来说 坐标轴位置有底边 从底边偏移 指定位置三种选择 选择第一种 坐标轴将在图形的底边处显示 选择第二种 还需要在下面输入一个偏移量 单位是百分数 正值表示向外偏移 负值表示向里偏移 选择第三种 同样需要在下面输入一个数值 我们现在移动的是X轴 所以这个值实际上是外轴的坐标 比如我输入0.5 就代表我希望把X轴移动到Y轴坐标等于0.5的位置上去 页面的下半部分还有一组应用选择 你可以把颜色 线宽 刻度线样式 和刻度线长度参数 应用到当前涂层 当前窗口 或者所有窗口 在一些期刊杂志指定的图形版式中 有些需要把图形放在一个封闭的图框里 并且所有的刻度线都是向里的 这时你就可以通过修改这个页面来实现 在Bottom这条边上 你应该把主、负、刻度线都调整为向里 并取消坐标轴的偏移 由于我们把当前设置应用到了当前图层 所以点击应用按钮之后 外轴的样式也会自动更改过来 点击Top图标 我们来添加上边线 勾选这个显示复选框 并把主、负、刻度线样式都设置为Nine 点击应用 上边线就绘制完成了 并且只绘制了一条基线 并没有把刻度线显示出来 注意刚刚我点击应用之前 是没有选择这些应用选项的 否则我们已经设置好的X轴和Y轴 就会被这次的设置覆盖掉 类似的我们选择Right 图标 进行相同的设置 点击应用 图形版式就设置完成了 第三个页面是网格线页面 包括竖直网格线和水平网格线 每种网格线又分为主网格线和次网格线 你可以更改颜色 线形和线宽 左下角同样有一个应用选择 可以把网格线设置应用到当前层 当前窗口 或者所有窗口 右侧是附加线选择 勾选Opposite 可以在所选坐标轴的对面显示直线 还可以添加Y等于0 和X等于0 两条附加线 最后一个页面是Break 断点页面 你应该首先选择水平断点 还是数值断点 利用断点可以把图中无关紧要的部分舍弃掉 从而使图形更加简洁凝练 带断点的数据图 也是比较常用的数据呈现方法之一 勾选显示断点 并设置好打断区域 点击应用 可以看到X轴方向5到10之间的部分被舍弃掉了 并在坐标轴上添加了一个断点标记 下边的Break Position 是断点在坐标轴上的位置 单位是百分数 50%表示断点在X轴的正中央 如果输入其他值 断点位置会相应地移动 并且Origin会自动调整断点两侧的坐标轴刻度 来适应所设置的位置 右侧上方的复选框 是设定断点处以后的坐标轴类型 为常用对数坐标 下边的增量方式 是断点前后主刻度的增量值设置 和负刻度的数量值设置 关于坐标轴刻度线的四个页面 就介绍到这里 在坐标轴的某个位置 点击鼠标右键 还可以以这个位置为中心 对坐标轴进行放大 缩小 和居中 右肩菜单中还有一个重置选项 可以把坐标轴恢复回来 今天这一节 我们学习了坐标轴刻度线的设置方法 下一节我们来学习坐标轴标记的相关设置 我是白东升 感谢你的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较合弹